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狂全羽 今天是2024年9月29日 星期日 今次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 真是怪民連連 整部的士在馬路逛逛逛 可以整部的士掉進洞裡 兼且整部車被淹沒了 變成潛艇 是怎樣的情況呢? 據報其後亦訪問到相關司機 當時究竟發生甚麼事 和各位一起說說 還有香港各大最新熱話消息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抗進閱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長沙環爆水管 路陷終於水退 的士墮洞 變成潛艇 就這樣說 內文提到了 長沙環發生爆水管 和路陷的意外 禮拜天9月29日 有沒有零時幾 有的士駛過積水路面的時間 跌到大洞裡 大半車身傾側更加被水浸著 差點被爆水管所湧出來的洪水沒頂 幸好司機和乘客及時投身 其中司機懷疑腳部受傷 四肢感到麻痺和頭暈 是要送院自你 凌晨2點多 攝氏的士已經幾乎全面浸沒 從附近的天橋鳥陷 只見有一個車輪在漩渦當中 直到清晨5點左右 京水務處人員搶收過後 成功制止洪水繼續湧出來 在水退後 見到現場萬線 留下了一個約莫5米乘以3米的大洞 裡面是淹滿水的 攝氏的市區的士 就翻轉 整格浸在水裡 有如一格潛水艇 可以見到那個洞是相當深的 附近留下了大量的沙泥石塊 另邊廂亦訪問到相關的的士司機 講到這宗洪水沒頂事件 當時車子非常危險 另邊廂乘客與司機及時離開車廂 當中01的另一側報道見到 的士司機和乘客意外過後自己脫困 其中乘客離開現場 的士司機腳步受傷 有網上片段見到 攝氏的士在意外過後 尾輪一度不停空轉 似乎司機曾經嘗試踩過油門 意圖脫困但未能成功 攝氏的士司機蕭先生表示 當時在區內再同一個男乘客前往觀塘 洗字上指的時間只見前方游積水 本來打算設線 但旁邊線剛好有一部巴士經過 正當他打算收油的時間 就已經沒得避 雖然一聲巨響過後 就跌進洞 車身隨即向左傾側 他說當時水深只是過了腳硬 但水位就越來越高 而那個男乘客選擇間水逃生 坐其他的的士離開 事後的士嚴重傾側 被問到會不會擔心安全 他苦笑擔心車內兩部電話 蕭先生直言曾經試過舊車駕 但不成功 約我兩分鐘過後 有警察到場叫他離開 他表示自己駕駛了二十年的士 從來都沒有遇過這樣的事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當然未遇過 駕駛車在馬路之上 突然之間跌進洞 洞還要不斷湧出水 結果最終整架的士抹頂變成潛艇 據報最終罵上來 不過這件事真是認真離奇 據報首先整晚的時間 水務處決到場 殺水仔 控制水 另邊廂要做緊急工程 不過相關的路段 為何可以造成一個這麼大面積的路陷 還要有待了解與調查 據報現在荔枝角度 往往各方向近蝴蝶谷度 是全線封閉的 估計有時間搞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若然你遇到這件事又會怎樣做 另外亦都說各大的本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港鐵香港大學站月台泵房 無燕 消防開喉救私 內容提到今天9月29日早上7時半 警方接報港鐵香港大學站發生火警 救門人員到場 發現站內網 堅離地城方向2號月台 一個泵房冒煙 消防員於是開喉灌溝 最後將濃煙破釋 事故期間列車服務沒有受影響 亦沒有傷亡報告 肖市原因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港鐵香港大學站月台的泵房冒煙 幸好沒有人有事 據報原因還在調查當中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埔玄州仔公園 海面男子遇匿 宋遠不治 內文提到大埔有人遇匿 在今天9月29日早上8時32分 一名男子在大埔玄州仔公園 對開的海面近岸邊再浮再尋 未知他墮海的原因 途人發現報警 救命人員說到現場把事主救起 但他陷入昏迷 由救護車送往大埔 拿打掃醫院 經搶救過後不止 警方正調查事主身份 以及事故原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據報男子當時在大埔玄州仔公園的海面 近岸邊再浮再尋 未知他墮海的原因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香港生活節奏是否兩倍速度 港票感嘆4點 的士等於投文字D 網友有共鳴 扶手梯簡直就像坐火箭一樣 內文看到 內地網紅 叫做可以叫我鄭老師 這個人在小紅書上 坐擁11萬位粉絲 他較早前拍攝視頻 並以留學香港 人人都開了兩倍速為題目 分享港票的生活點滴 他表示留學的學生們 適應能力非常高 坦然開始習慣了兩倍速度的香港 他在影片裏列出4點 歷數香港生活節奏的速度極快 所有事情仿余都開了兩倍速度 例如香港人的走路節奏 扶手電梯的速度等等 當中他提到 表示香港人走路的速度非常快 在人潮當中稍微走慢一點 都會覺得自己好像有罪 另外有關扶手電梯 在香港的商場和交通工具當中 他感受到香港的扶手電梯的速度很快 甚至快到人自拖都快被人脫飛了 第三就是那個餐廳服務員的落單速度 他在香港餐廳吃飯 服務員依依落單的速度也是極速的 表示你一猶疑就會看著你 看到你落單為止 還有香港的的士 即是兩倍速度 他笑指香港的士司機駕駛速度 就快得像電影 頭文字D般飄移 從照片可見 時速當時大約100公里 影片引來內地網友的共鳴 同意事主所分享的兩倍速度的香港節奏 並留言分享在香港的經歷 他們表示在香港行路的時間 不時都會聽到一些不褻 即是借他的聲音 說到被嫌棄走路的速度太慢 另外有網友分享 香港電梯是我坐過最快的 更加比喻是火箭 亦有人回覆感覺快快快快 留言都相當絕核 作為香港人 你又會否同意香港是兩倍速度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香港人當然是快人快語 任何事都講求效率 這位港票男子近日有個鐵文 在小紅書很流行 說到香港做甚麼都特別快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介入礦仔說 當中的士速度的確是特別快 另外亦都講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壽茂平村70多歲的老翁墮樓 當場不知 內文提到今天9月29日早上7時多 壽茂平村壽情樓一個71歲姓張的男子墮樓 倒臥於一樓平台 不省人事 交換人員接報到場 證實老翁當場死亡 現場消息說 老翁由15樓單位的廚房墮樓 警方經調查 相信他因病厭世輕生 死因有待厭屍之後確認 以上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初步調查猜 這個71歲姓張的男子 是因病厭世的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